來各位 緊接著昨天啊 我們今天要來補足 賽亞上絕對會出現的第二顆 我覺得它的上盤應該是目前 全部裡面最優秀的我覺得 X 這個算是我個人最重視 最重視的一個陀螺好不好 除非那顆的話固然優秀啦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 如果真的它比最最最優秀 目前最值得買的話 那覺得是BX04 騎士重盾 這一顆陀螺的話 你會發現超遠超乎想像 而且也是四顆裡面 唯一擁有能力的一個陀螺 哇好帥喔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 然後呢它是使用者的話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終於適合New Fine 這邊又直接給你寫啊 吸收衝擊啊 這個最主要不是拿來抗爆 是主要拿來抗擊飛啊 因為畢竟這次的擊飛系統太誇張了吧 得要進行說明 然後呢再來它零件配置啊 它零件配置的話是我們的380N啊 N軸的話我個人覺得它有待考察啊 畢竟它的缺點有點多 得要進行說明好不好 但是配來攻擊型會有個奇效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這個關注度最高的一個 右迴旋防御型陀螺 X 各位 再來是我們第二個關注的重點啊 騎士重盾 我要先說它的形狀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非常優秀 相較於昨天那個持久型來講啊 我個人覺得這一顆絕對是更穩定 更加強暗存在 一定是T0好不好 基本上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騎士重盾啊 基本上就是一個騎士 然後舉著大盾這樣子啊 真的是超服的這個風格 而且這邊的話只用一個盾型的一個風格 這個比較特殊的點是 你會發現它中間有做一些鏤空設計啊 這些鏤空設計其實可以帶有一點 類似那種吸震的感覺啊 就是類似那種緩衝啊 所以這些緩衝點啊 就是為了以防它被撞擊時 整個噴出去這樣子 因此我們等一下在比賽時應該會看到啦 然後再來就是牛排這個重盾啊 基本上它沒有任何那種凹凸點啊 有啦點多是歇尾啊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些不足以當成攻擊點啊 就像是屬於那種非常平滑型 圓滑型這種刃 超讚 我個人覺得這一顆根本完美 非常非常強的一顆脫弱 所以這顆的話真是名副騎士的防御起來 當我從哪裡攻擊時 就像都有盾牌可以守護 這邊的話雖然會受到直擊 但是另外三車就像都有緩衝這樣子 就像是屬於非常圓形的一個形狀 因此190那邊我個人覺得是沒什麼問題啊 這個應該是T0啦 只是軸心要稍微搭配一下 跟打法稍微考慮一下 畢竟這個賽季下比較注重是打法 再來是這個啊 380 三個打點 然後呢高度是80啊 60系列下目前也只有3跟4而已 基本上3跟4我們在前面用掉的話 那380應該就是這個的最適合的啦 如果你要平均站立的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推薦使用60系列的 它的優秀點就在於 它的弱點就像只有三個點而已 它的缺點的話就像是它是80 所以呢跟大家講一下 但是優秀下目前零件過少 因此這個也是必上的好不好 沒辦法 再來是這一次的這個防禦走啊 N軸啊 基本上就是屬於一個立中型的軸 這個基本上要跑應該有一點啦 基本上它一下去應該就是定在那邊 變成靶子 所以呢這個的話 操作難易度上會稍微高一些 既然這個軸的話 可能下去時要稍微抖一下你的手 讓你的駝是有點像甩出去的感覺 拉跑起來 或者是一下就跟人家對撞了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軸的話有在觀察啊 但是我個人覺得應該還是可以上的 畢竟它的持久力就擺在那邊 它這個這麼尖啊 做得這麼寫 就代表說它點在傾倒時會非常非常可怕 拼轉停一定是非常強悍的 然後一樣有搭載一個齒輪系統 這樣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樣子 我們的騎士中盾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行一個 試斬 X 好我們現在就馬上來測試一下 我們這個騎士的能力啊 第一站我們的騎士 對上我們的蒼龍 蒼龍配置的話 就像就是我們的原配置啊 360F這樣子 3 2 1 GO 好 好 回來 其實是 難得 呃 有點危險 但是呢 我們的防衛軸很好 立在中間有沒有 防衛軸特定就是會立在中間 但是我們現在有回穩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應該沒有應該是穩的 有 它在最後轉停時它有多轉一點啊 其實後來想一下 整體它的配裝量級比較輕一點 最主要是它有裸空結構啊 你馬上來啊 有手才有得啊 X 3 2 1 GO 又回來了 起刺 OKOKOK 喔 剛才那邊真的很驚險你知道嗎 有沒有 這是為什麼我不喜歡這一個走的原因啊 它會立中 基本上就是人家用機械去打的 欸 運氣很好躲過一擊啊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拿了兩分啊 路對面只要贏一次就是三分啊 X 3 2 1 GO 哇 OK 喂 還好啊 啊 OK 有彎有彎有彎 欸還好要夠大一分 喔 還好要夠大一分 哇 但是我們被打停了 雖然現在它重量差不多 但是它感覺明顯 整體的量級就比較偏輕一點 就是會三個裸空導致它變輕啊 X 3 2 1 GO 哇 哇 哇 欸欸欸欸 Què 剛剛 опять 喂欸欸欸 欸欸欸 喔欸欸欸 explode 欸欸 有很堅持度,但是好像完了,有點危險,我覺得這顆比我想中弱一點,最早是因為它改的偏輕啦 X3,2,1,GO! OK,OK,想要目前的話 OK,OK,好啦,總管講還可以,但是很ㄍㄧㄥ,雖然我們可能不會爆裂,但是呢,被打停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啊 X,第二彈騎士對上我們的惡魔啊,惡魔的配置就像是460T啊 3,2,1,GO! 這個就是N軸的問題啊,我們昨天那顆軸子還會有一些在飄,拍一下就是立中 所以導致基本上我們戰爭是屬於非常弱勢的一個狀態啊,老實講 X3,2,1,GO! 喔喔喔喔,還好還好 OKOK,反擊中反擊 欸欸欸欸,有沒有 唉唷,完了 完了,死定了 唉唷,好像不一定喔 這個,雖然是雖然有可能發生情況,但是有點太奇怪了 撐住撐住,騎士,喔騎士很穩,騎士很穩 雖然他的邊邊一直在摩擦降低他的轉速啊 完了 可惜 我本來以為可以卡在這邊卡到結束啊,結果還是不夠力啊 X3,2,1,GO! OK,有反擊到一次 畢竟這個軸主打是反擊 X3,2,1,GO! 我還好還好,呀 X 騎士對他們的射手啊 我個人是最期待這一場的吧 防禦跟持久的對決啊 3 2 1 GO 你有沒有 沒頭回中啊 但是對面會跑啊 但是感覺好像應該是可以哦 但好像也不太確定 完了完了完了 這時候就可以應徵到底哪個手都不要猛了 持久多猛一點 X 3 2 1 GO 哦 對面也沒有飄起來 現在是用手指握力都撞到 哦 有反擊 我個人覺得這個比起 已經有防禦型持久型的對決 已經是好看非常多耶 因為有機會反而產生暴擊啊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射手雷克啊 想要目前在這家屁 完了 轉停是我們的防禦型贏耶 我差眼 X 3 2 1 GO 現在目前應該前面出一個小插曲 再推一下 目前兩邊 哇 被無限的消耗啊 持久型果然是屌打防禦啊 沒辦法 嗯 畢竟人家是真的比較會轉啊 暫停一下 我剛才拿起來的時候它爆掉了呢 它只是沒有彈開而已耶 我剛才輕輕一拿它就直接這樣裂開 所以待會兒我們的比分要稍微調轉一下 X 3 2 1 GO OK 希望目前是屬於一個很平穩的狀態 避免亂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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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這局防禦型可以扳回一層啦 畢竟我真的很看保護上筋啦 我覺得主要是手衝會 喔呦 OK 它這個逆刃打擊啊真的是有用啊 X 3 2 1 GO 喔 想要目前 喔呦 兩邊都瘋狂反擊啊 喔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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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立宗跟互亂跑還是有差差 互亂跑就會卡到周圍啊 降低自己的轉速啊 但是我覺得對面好像搶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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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局的話是 這顆贏了 我覺得最主要是後面幾八爆擊 如果轉速相同下 它的尾數應該比較強 所以呢 總共來講 我個人覺得這個軸大於這個軸 不然不信我們交換一次試試看好了 X 3 2 1 GO 好 換了這個軸子喔 感覺實力是有上來的喔 嗯 果然 我覺得果然是軸的問題啊 有沒有 這被打爛啊 這個正是不夠優秀啦 反正是這個搭這個 哇 這真的很可怕啊老實講 X 最後一場騎士 對上我們的烈焰 飛鳳 配置的話是480 然後呢 踢軸這樣 3 2 1 GO 好 哇 可惜 喔 這一次X爆發 沒有打到正確的口上啦 希望這個就有點難辦了 老實講 應該是沒了 這個摸摸就前面這幾下啦 X 3 2 1 GO 喔 捏捏歪歪了 我希望這一次不會爆真是打得很爽 你知道嗎 OK 對 完全被磨死 X 3 2 1 GO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兩邊應該再回來背背去耶 一個上來飛車場一個直接 從窗口回來啊 哇 被磨掉了 X 3 2 1 GO OK 哇 怎麼都裝了 輪... zen پ Tim Wix可心 應該撇火 哎呀,稍微有點遺憾 X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騎士中盾的完整開箱 總共來講,超級強悍的上巾好不好 它的下盤那兩個部位,我覺得都偏普啦 就是沒有特別的厲害 因為有見於它零件的過少 所以380跟N軸就像是必上的 所以你只要把整個配D 然後再配我們昨天那顆軸心 基本上就會是一顆近乎完美的一顆陀螺 這一顆我個人覺得絕對是百分之百必買 連同昨天那顆 如果假設你們不知道買什麼 那就兩顆一起買吧 這兩顆一買 你再隨便配一顆你選的主角還是惡魔 通通都可以,基本上就可以直接上場啦 超級強啊 好啦,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騎士中盾的完整開箱 如果喜歡的請記得幫我訂閱,我們下節目 拜拜